在2012年台湾面对明年的大选 讨论的是2000年的恩怨 当时李登辉透过民进党籍的林锐图 公布了宋楚瑜的儿子宋振远 这个宋振远他是一个很优秀的 念电机系毕业的人 他在美国他说他有五栋房子 事实上他没有说的 它是三栋小公寓两栋别墅 可是这个别墅在美国 当时都是十几万美金 不算什么大房子 不过宋楚瑜当时的危机处理 并没有处理的太好 而得到这份资料的林锐图 在当时2000年2月22号 3月18号投票 还在不到一个月之前 公布了震撼台湾政坛的资料 最近7月19号他出来说实话 他说资料根本就是李登辉的办公室给他的 也简单来讲 就是台湾的情职单位国安局 透过海外的搜情资料交给了林锐图 让他来揭灭宋楚瑜 那我看到这份资料我就很纳闷 那如果台湾当时的情职单位 可以找到宋楚瑜儿子在海外的住所 难道他找不到陈水扁的女儿陈幸宇 也1994年就在洛杉矶制产吗 难道找不到吴淑珍在1994年 1997年左右就请了他的哥哥 在新加坡开了账户吗 那么其实很显然的 当时李登辉是动用了台湾的情职单位 所拥有的整个国家安全的权力 来介入那场大选 这在一般的民主政体 在英国在美国都是属于刑事犯罪 criminal law的范围 但是台湾的民主标准太低了 所以李登辉当时动用情职单位 歼灭宋楚瑜达到了他的目的 最近李瑞图说出了真话 我们先来看2000年2月22号他的谈话 以及最近7月19号他坦诚 这个资料根本就是李登辉给的 宋楚瑜先生跟他的太太 跟他的儿女包括他的孙女 都在夏威夷 没有一间豪宅 这是可证明 但是我们发现到不是只有这样子 我们发现到说他在加州 却是他有五栋房子 那五栋房子呢 里面有三间公寓 两间是独栋的 独栋的房子 他是透过交给一个高层 那个高层在拿给我 这就是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 我像一个刺客 就是一个 说实在话就是一个 蓝天脸就是一个杀死 那么我觉得还可以 就像我和他一样的 我们就像我一个小公寓